為什麼我國中就會想要讀電子科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的同學他拿來一塊只有八長大的板子 然後跟我講說這是一個電子琴喔 怎麼可能 因為在我印象中的電子琴是一個很長很大的 一個有重量的機器 那你今天為什麼一個只有所長大小的板子 可以達成一樣的功能呢 上面有很多按鈕 你按下去一樣對應出電子琴上面的七個音階 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怎麼做 那要去哪裡知道怎麼做呢 電子科 可是進了電子功能系之後 其實我有點迷惘說 這個東西這個系我出去可以做什麼 站在那個交叉路口的我就是開始思考 硬體與軟體我更喜歡做哪一樣方向 那後來我為什麼會選擇硬體 其實就是基於我目前經歷過的事情 就是我高中選手訓練中 我發現其實我覺得我更喜歡硬體 硬體這個大方向下面有光電機電路天線 我應該又選擇哪一個去做我的專業 然後往下去升彎我要怎麼學呢 這時候就是透過課程 透過很多選修不同的課程去理解說 這個在做什麼 他可以在他在教什麼 那他實際上能做出的成品跟產品的領域是什麼 開始思考我要往哪個方向走 那前面透過上課程這樣探索 我最後選擇我的發展方向是機體電路布局 前面選擇這個專業 所以我大三工作的時候我想要選擇 跟這個專業相關的公司進去實習 所以我選擇聯發科技 我認為電子機帶給我這三大項的東西 第一個是耐心 打一串城市碼或接電路都會很累 因為你就是要一直一直做一直做 你要有個耐心說你要把那個東西做完 而且做完之後 你還要去確認說他有沒有做錯 那怎麼去找錯 觀察力 良好的觀察力可以讓你 可以迅速的從電路圖跟你畫完的電路圖去比 都會說你這兩邊誰出錯了 所以觀察力也是很重要的 正照對我而言我認為是重要的是說 我要怎麼說服別人相信我說 我會使用這個東西 會使用這個工具 就是使用正照 電子系適合的特質 喜歡玩手機 其實不能算適合念電子系 而是你會對 為什麼我手機這樣滑 這樣滑 它會有相對的動作 如果你對背後的原理有興趣 那我認為你真的很適合電子系 我們會看到每一年 iPhone的手機都會有不同的技術去做更新 你念電子系 你可能要喜歡跟進不一樣的技術 因為每年技術都有在往前邁進 所以你必須要跟進實施 因為電子系的基礎是電 對電有一些基礎的認識 然後同時你願意去學 未來出的部分 可以時常關注說求職網站中裡面的公司 可能列出說他希望在這個職位的人 會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以及可能今天新聞有在報說 哪個產業他可能往什麼樣的方面去發展 我分成兩大類來講 軟體以及硬體類 我先講軟體類 軟體工程師就是專門在做不同的程式語言的翻譯官 可能他專門寫C語言 專門寫JAFA語言 然後軟體本身還蠻適合獨立作業 那硬體本身他其實是整個產業類 大家共同去完成一個產品 他會有專門去做電路設計的人 那專門去做出成品的人 以及負責測試的人 整個硬體的產業是非常需要整個產業類 大家共同去完成的 想跟大家講一些相似科系的比較 那先講電子系跟電機系 電子系使用的是12伏特的電源 那電機系使用的是220伏特的電源 就像是你今天有一家工廠 電機系會負責把工廠的電源 配線到各個10台儀器中好了 那我們就是那一台儀器裡面的 不同功能去幫他們做配線 那電子跟資工呢 資工就是專精於軟體 那電子則是不只專精於軟體 電腦開機是有一個程式碼的 這個程式碼它是會安裝在電腦的主機板 就是那個電路板上面的 那你要考慮到主機板上面有什麼東西 不會像只有資工廠它是專精於軟體 像是YouTube的演算法 就是專精於說我在網路上收集這些資訊 然後去演算說我要推薦什麼東西給你 這樣子 所以兩邊插在這裡